方形以荷叶包的是广东果真中 主要有糯米 绿豆 馅料有咸蛋黄 烧肉 香菇等 有些更加入鲍鱼 干贝等名贵食材 香港新几饭店的一般约600台币一只 而香港最常吃的是咸肉中 主要有糯米加肥咸肉 咸蛋黄等 一般约200到400台币 除了广东中之外 还有上海中 最好卖的是蛋黄 火腿中 一只约300多台币 也有豆沙粽等 吃粽子不光是味道 更重要是私香情怀 一群在港台湾同乡在端午前夕一起包粽子 分别包了北部肉粽 客家果粽及红豆碱水粽 台湾的粽子其实南部粽子跟香港的粽子比较类似 一样是用水煮的 有加酱油 因为那个用卤肉汁下去炒糯米 虽然这几年香港都可以买到空运奶的台湾粽 但同乡一起包粽子还是特别亲切 味道不一样 有台湾味 而同乡们更是出钱出力做了各种台菜 把家乡或妈妈的味道跟大家分享 在异地也感受到龙龙台湾味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今天就是端午节的画面中 可以看到 二十二号凌晨苏花改苏澳端入口处 已经出现间歇性的短暂车潮 但还没有真正涌入廉价大量车流 截至目前花东地区的订房率 已经达到八成左右 公路总局养护工程处表示 预估二十二号苏花路廊会出现大量南下车潮 南下全日交通量预估会达到一天一万八千辆左右 进风时段最高车流量预估会达到每小时 一千零三十辆以上 车潮大约会从凌晨三点开始涌现 持续到下午两点以后才会缓解 假期第三天六月二十四号的时候 预计会出现北上车流高峰 全日交通量预估达到约一天一万五千一百辆 车潮将从上午十点左右陆续涌现 车多涌色的情况将会持续到晚间六点左右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生鱼片看起来新鲜美味 还有各种鱼料理光看就口水直流 但大型鱼吃多了却发生拱含量太高 仪式分享一名三十岁的女子 出现严重的软潮早摔问题 甚至已经接近停筋 后来身体检验发现竟然是重金属拱含量 和塑化剂超标 可能是因为太爱吃生鱼片 大型鱼吃多了 恐怕拱含量也跟着吃下肚 医师解释最简单的方式 可以用手掌来判断大小鱼 比手掌大归类为大型鱼拱含量高 比手掌小的话代表小型鱼拱含量比较少 建议大小鱼要轮流吃 像是秋刀竹甲和鲈鱼都可以算是小型鱼 而且吃熟鱼比吃生的还安全 另外常吃的虾子也被说虾线有寄生虫 就算是煮熟了 挑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看 竟然也还是有寄生虫吗 看了胃口全消失 所以一定要挑虾线吗 大型鱼生鱼片吃多了 结果体内重金属拱含量超标 或是没有挑虾线没煮熟 不小心吃进寄生虫 都让人光想只有怕怕的 食物吃下肚之前 均衡挑选大小行鱼 也切记要煮熟再入口 记得金线中城山山高雄采访报道 我是戴立冈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式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明天端午节 也是端午廉价第一天 高宫局域湖使交通量 最大的一天 国道的七大容易拥塞的路段 包括国一南下 杨梅到新竹 彰化系统到浦岩系统 国一北上 元山到大华系统 国三南下 土城到关西 还有快关到雾峰 以及国五南下 南港系统到头城 双向交通量最大量 上看到123百万车公里 是平常的1.4倍 那么另外淘鸡预估 端午廉价民众抢着出国 廉价的前一天 一二航下出入境 超过了8.8万人次